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你們 順便好 順便打環節啦好不好 那今天五點半的時候呢 大家如果看影片都知道 我們今天這個 有沒有本來的懶貓哥哥 這個開了光的嘴 讓我們抽到了 傳說稀有的藍眼睛 伊邪娜奇 太扯了 各位 小隻伊邪娜奇 終於拿到了好不好 雖然日本版本沒有拿到 但台版拿到就是個爽歪歪 因為哲平主要來說是玩台版的喔 來了 從超四元降臨之起源的存在 有著能將強烈願望實體化 並召喚至戰場的能力 可以給予有屬性敵人強度傷害 極度傷害 遠距離半攻攻擊 裡面基本上無屬性敵人是無效的 然後極度傷害 動作停止無效 拖動傷害無效 躲在傷害無效 然後還有召喚 那這個在初級狀態下 點擊角色圖示 就可以召喚精靈來攻擊敵人 能力的代價是同一隻角色 在關卡中只能出現一隻 就是他只能就是有一隻這樣子 然後 精靈能打飛敵人 並使其動作變慢 這樣子 然後單體攻擊跟遠距攻擊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角色究竟有多麼的厲害 不知道耶 這也算是我們玩貓戰玩這麼久 第一次看到這種類型的角色 蠻酷勸的好不好 這個小光之伊邪納奇 沒問題 自古以來變在天上靜觀著短暫無常之世界的存在 有著能強力的願望實體化 並召喚至戰場的能力 可以給予有屬性敵人極度的傷害 遠距攻擊 沒有問題 來了 伊邪納奇 看一下喔 紅色本能 那我們就直接先用這個關卡來 大打一波好了喔 然後來用一下那隻 很帥捏 佛羅先下來 我原本只是希望懶貓可以給我一隻黑暗佛羅 沒想到直接把他的運氣吸到那個 伊邪納奇 鬆乾歪歪 太爽了 各位 那這邊待會 唉唷 速度很快 先來用一下這個飛腳貓跟康康五貓 應該是能夠扛住 然後先存到這個4500的時候 先召喚這個伊邪納奇喔 那這伊邪納奇這個費用的話是4500 好像就跟我們一般的那種超級貓貓 好像差不多 就是終規終絕的這個 錢量 OK 來了 OMG 很帥喔 騰雲駕駛的感覺喔 給大家看一下他完整的樣子 可召喚 喔 他有點像是 我覺得這個遊戲 不簡單喔 就是大家看到現在目前來說這個狀態 有沒有什麼意思嗎 就是我覺得之後貓戰可能 除了這個伊邪納奇之後 他要朝著有技能的這個角色的這個 目標前進喔 我覺得有可能 就是 像剛剛那話基本上我們有點可以理解成是這個 伊邪納奇開大招 喔貓戰 那這樣我也會很期待耶 你們期待嗎 我覺得這個好像也是一個很不錯的設計耶 雖然他感覺他的這個 單鐵這個作戰能力我剛用起來 我自己這樣子又是一個負面行銷的感覺 但是他有一個招式是他可以召喚精靈 然後 擊退跟緩速敵人 然後那個招式是他可以一直扣著的喔 感覺是這個樣子耶 還滿酷的這隻 然後平常的話就是 弄這個我們這邊的這個極度傷害這樣子 喔那我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 他 他好像只能召喚一隻的意思 召喚一隻的意思應該是只能召喚那個精靈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要在那個 他要在就是 用下一隻的話 可能沒辦法兩隻同時存在 不然就是 可能是你兩隻 弄完另外一隻的話可能要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讓那隻活著 那 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他是 召喚完之後他就開始算CD了 然後 我們這邊的這個精靈的話 好像發完招式 他就不會再有他的這個 招式的這個圖案出現 喔所以他 不是可以一直用的這個招式 然後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撐久一點點 讓這個伊邪娜奇看一下 刷完這個CD之後他是不是還可以就是 再叫下一隻 因為看起來那個精靈的話 好像是不打算讓你叫 下一隻的 但是如果我們這邊沒有就是那個 繼續那個什麼 如果沒有繼續那個就是讓那個伊邪娜奇 欸 繼續出發 喔或是幹嘛的 喔那就代表他可能就是 就是死掉之後才可以就是在 用下一隻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先跨買幾雷喔 來來來來來 欸很帥耶 而且我覺得這個的話就讓我看到 我感覺他有可能是 想要弄有技能的角色出現 因為 剛剛那樣的話感覺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伊邪娜奇啊 他是可以開一個 大招的感覺 喔但是只能開一次 有沒有看到可以召喚 喔可召喚喔 現在盡可能讓這個伊邪娜奇活久一點點 欸他的這個攻擊距離的話應該算也是蠻不錯的 是一個比較中遠距離的這個攻擊方法這樣子 然後他召喚那個精靈的部分的話 要先看一下那個精靈的那個能力究竟 逆不逆害 喔再換一下 他是一個坡的感覺耶 那因為他們這邊剛剛都是那個 惡魔盾的關係啊 所以導致於我們這邊也沒辦法看到他那個 到底逆不厲害啊 而且我們覺得這個伊邪娜奇這一次應該有可能 又要掛掉了 因為他應該會被撞到 對他應該被撞到 但他的這個極度傷害應該還真的不錯 但他的這個血量好像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的高啊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貓戰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這些角色啊 就是不會真的就是強到一個就是 你一抽到嗎 這個關卡就直接放著給你輾過去那種感覺 你就還是必須得要就是 利用一些角色的這些方法 然後來去就是 補佐助陣 雖然我跟懶貓說這隻是貓戰目前最強的角色 但是也未必 但是我覺得他一定就是蠻有趣的 然後是一隻吸引的角色 然後你可能要學會如何去使用他或搭配 就是他單體的話可能還是沒有辦法就是 做到一個就是世界無敵最強的那種存在 但是他一定是可以就是有一些小幫助的喔 我看一下喔 這關的話這個 惡魔族關卡 果然還是得交給這個惡魔族的這個來料理喔 而且這個你有沒有看到沒有帶到這個惡魔破盾的這個東西 就是他根本就免打了各位 免打了免打了 你看有沒有 各位說有一些納奇還打輸關卡 好不好這就是貓戰 他就是不是完完全全就是一個給你一個 就是那個毛毛你就可以就是全部亂打這個遊戲了喔 所以大家也可以依照就是自己的那種想法來看一下 就是你是不是要來抽我們的這個 一些納奇這種感覺喔 好 現在置換一下 那這邊來把那個 來把這個 零號機換成 伊邪納奇好了喔 目前我是想要先看一下就是如果我們先出了伊邪納奇之後啊 就是 過一段時間之後能不能再把它出出來 就是如果有能夠維持兩隻都在上面的話 看一下是不是有機會喔 太神了 但是論這個 好用程度相比的話我覺得應該還是 就是 不會說到就是真的那猛 目前我覺得真的就是好用程度到真的 很猛猛到一個不行的話真的還是那個誰啊 還是那個黑凱 黑凱真的太誇張了 黑凱真的是目前來說我所認為就是 所有的那個角色裡面真的是 真的是超級無敵意天的存在 但因為我們這個伊邪納奇的話他也算是一隻那個 能夠那個什麼啊 能夠打極度傷害的 各種角色都打極度的所以他應該也是蠻猛的 不過他是 蛤 怕烈波嗎 他怎麼好像被送走了 不過他沒有辦法那個什麼 他沒有辦法就是那個 沒有辦法就是破壞惡魔護盾 這點也是可惜 但他傷害打的是滿大的喔 打傷害是滿大的 然後 破盾了 然後召喚一下精靈 有喔那邊擊退的再加一個那個 緩速 是真滴不賴喔這個 那個可能就可以打一個奇奇啊 那個可能就是要看一下大家那個要如何去運用 那招真的 可以救很多人的感覺 是可以救人的 但是他本身自己的這個該怎麼說 就是他的那個 生存力好像是稍微比較 偏低一點點 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得到 不是那麼坦 畢竟他是極度傷害的角色 然後他再坦一點點的話 好像就是太過分了 好這邊果然還是 需要一些那個啦 所以 每一個關卡其實都還是有 相對應的一些 能夠比較好打 或是該出擊的這些角色 這就是貓戰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就是如果沒有抽到一些角色 沒辦法玩喔 一定是可以玩下去的 因為你看 抽到未必 未必會就是比較好打 看像哲平這樣就是這樣 尤其是我們這種就是 比較不理解角色 或是沒有就是 很厲害這些能力的 我們就會直接被打到一個爆炸 你看 我們要被推爛了 幹嘛啊 給伊邪納奇一個面子好不好老哥 這真的是超級太負面行銷了 完全不給人家 秀的機會耶 幹嘛啊 幹嘛幹嘛 伊邪納奇欠你們的是不是 第二隻要出來了 弄死大飯 召喚一下 雞團 哈哈哈 有啦 可是你看這邊有一個擊退緩速 好像還不錯啦好不好 完咧 直接一個 負面行銷緩解 好不好 直接一個負面行銷緩解 各位 好我現在去嘗試一下 如果我們這邊就是讓那個 伊邪納奇活了這個 久一點點的話 會不會就是 能夠比較好弄一下 我先看一下 哪一個關卡可能比較適合他 這個二月強襲可以嗎 二月強襲 好我們先看一下喔 我先去看看能不能讓他就是活比較久 等我一下喔 好那這邊的話呢 目前來說我們這邊的話可召喚之後的話 基本上 我們這邊的伊邪納奇啊 確實就是如果沒有死掉的話 他就只能就是 召喚他一隻 不過他這個精靈的話 好像召喚一隻之後啊 他就不會再補給你了 所以 感覺他就是一隻 能夠開招式 而且是只能開一次的這種角色 這樣子喔 那好像也是 比較偏尷尬 因為如果他的精靈可以一直 無限輪迴 就是一直CD然後讓我們用的話 那應該還算是蠻不錯的 這樣感覺喔 那 看起來的話 就是平常是可以開一次的 這個精靈護救的這個招式 那 如果沒開 如果開完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一隻那個 呃 數據也蠻好的這種就是那個 全屬性除了無屬性 都是極度傷害的這種角色喔 所以就看到他 會不會喜歡他 那主要來說的話 還是他蠻難抽的啦 那 目前來說感覺起來就是 就算沒抽到的話也沒有關係喔 不會影響到太多的一些東西 而且感覺就是 還是必須要去抓一下這隻角色 到底就是 要如何去使用囉 那如果大家有抽到這個 伊賢娜奇的話 你們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他 厲不厲害或是怎麼樣喔 那如果大家 想要這個 有點歐氣的話呢 唉這個可以訂閱一下 或是去看我們這個 懶貓哥哥的這個實況主 實況頻道 看他的話 基本上應該運氣都還算不錯的喔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是CM的囉 大家掰掰囉